前幾天港媒爆出軟瓶單大貨適應5年 周星馳邀請也不會考慮的消息 60歲的軟瓶單自從去年10月底宣布不再拍戲 全力工接播市場後把重心都放在接播上 更日來他接受了港媒的採訪 談及與施家宴結院內幕以及不再拍戲的決心 入行超過40年 軟瓶單投資有道 不僅買車買房 還經營了生意不錯的生法中心 而更年主公的接播大貨事業 更是讓他覺得打開了新世界大門 由一開始只得100萬營業額 四場後已火速過200萬人民幣 總共有過100萬份用 收入比拍戲撐的更多 他直言自己前半生拍戲牢碌如白活 相比之下 接播有趣輕鬆多了 拍戲有研究劇本而忽視了生活 而直播不僅讓他學到很多知識 還贊錢之下發揮了自己更大的價值 賣貨也不容易 既有熱情又要有激情、人情甚至動之異情 可有生意頭腦的他 還打算開設訓練課程培訓直播大貨人才 甚至在港建立直播平台 遠慶丹直言未來五年他會獎主直播界 船一樣喜歡做的事情就專心去做 就算周星馳開口邀請也暫不考慮 除非只是拍一天 但拍一天又拍不了什麼特別的內容 也沒有什麼意思 五年後可能變老虐病殘救兵 更接不到好戲了 他又坦然不是不喜歡拍戲 但實在太被動 因為他自問沒有辦法更上一層樓成為影后級 而且拍戲壓力很大 很多情況身不由己 他目前更喜歡沒有壓力地在直播平台做女主角 不用跟對手做反應及顧慮聊不聊得來 不用看人眼色 他還刊見地談及了2003年 拍街大歡喜時的風波 當年遠慶丹堅持施家宴 遲到兩分鐘起爭執 遠慶丹笑著說 我不知道誰是主角呀 回頭一望不是因為這樣而心灰意冷 都不會離開電視台回內地發展 讓自己水漲船高 為什麼要當時一件慘事 謝謝哪個經歷讓我成長了 退一步海闊天空放過自己 問到有沒有機會和著吃飯 他稱不知道怎麼弱 其實朋友約我都不容易 這五年一定沒有心思弱 因為要努力做好事業 遠慶丹坦認是嘴臭的人 經歷及教訓一定比別人多 採訪出來後 迅速引起網友的熱議 有理解遠慶丹的 也有覺得他這麼做是為自己的直播抽話題的 環友覺得薛家燕現在和街大歡喜其他演員 都會聚會和聯絡 而質疑遠慶丹更難相處的 其實這已經不是遠慶丹第一次提及與薛家燕的矛盾了 而這次採訪他提到的薛家燕和周星馳 剛好是他兩次決定轉移拍戲陣地的關鍵人物 遠慶丹 原名遠麗瓊 中學畢業的遠慶丹 尾打五臟地考取了雅士雅員培訓班 剛出道時走的也是清純路線 出現了雲海浴公園、仙女多情等多部影視劇 其實他的顏值清秀照例 但趕上了港圈美女余魂的黃金時期 並不算突出 只能做一些配角 事業一直不溫不火 他的事業在90年代發生了重大改變 因為他開始出現周星馳電影 喬貨威龍、九品芝麻官、唐伯虎點秋香等片的播出 讓他成為黃金配角、事業大火 在唐伯虎點秋香類 他妝容誇張又自戀 與四大才子之一的竹枝山 相處模式讓人忍進不禁 他把重心轉到直播後 還與竹枝山飾演者陳百祥合體 勾起不少人童年回憶 而阮瓊丹和周星馳最後一部合作的電影 其實是狗品芝麻官 不再合作的原因是在拍攝時 阮瓊丹因台詞被周星馳罵得太難堪 讓他自責又迷惘 輕晚飯時 聯邦達發現了他情緒的低落 便開導他才讓他重新振作 並決定回電視圈發展 雖然後續他沒有與周星馳再合作 但當周星馳被向太和一眾演員評擊時 他都會出聲維護周星馳 並多次感謝周星馳給他演戲想的啟發 他去KVB發展後 雖然依舊是配角 但依舊有不少代表作 罪讓內地觀眾難忘的便是封神榜裡的恩十良 而他與薛家燕產生矛盾的皆大歡喜 是2001年KVB推出的古裝興喜劇 薛家燕是女主角有念時賽 鳳凰子和皇后她是莎莎郡主 在拍戲時 就傳出薛家燕與阮瓊丹有矛盾 就是因為這兩分鐘引起的 阮瓊丹說薛家燕時到了兩分鐘 但薛家燕堅決表示自己沒有遲到 因為他的表上時間顯示沒遲到 而且表的時間與電台一致 但兩人線下表現親密 主動破不和之說 但阮瓊丹之後也離開TVB把重心轉到內地 不過街大歡喜劇組這些年再聚 阮瓊丹卻沒有到場又讓不和一雪再起 阮瓊2023年又重提 雪在拍街大歡喜時被劇中的女演員棄附 因為阮瓊丹覺得對方遲到兩分鐘 而那位女角就表示自己沒有遲到 更是阮瓊丹沒有家教 現在阮瓊丹重提此事 看來那麼多年了 有些事情是真放不下 雖然這兩分鐘阮瓊丹和薛家燕各執一詞 但遲到問題一直是講完一個大禁忌 在TVB紅了之後任何人都沒有特權 但有更重的責任和更抹襲的工作 TVB的拍攝制度是日夜顛倒的 每個劇組份位AB兩組 每組有兩三部機器 趕進度的時候 常常一天開拍超過20小時 如果是配角或者普通角色 拍完可以收工 而主角就只能AB組連續轉了 TVB大部分劇集都圍繞社會民生 加上嚴苛的上下班制度 報酬又不算高 演員基本都有很強的打工人心態 而遲到會讓整個劇組工作被延後 也會被罵不敬業 因為對於劇組來說 首時就是基本規矩 演員提前就位是基本素養 無限超越班時范曬爾遲到 二東星和惠英雄一頓馬 惠英雄說 他拍了45年的戲一天都沒遲到過 一些明星可能會因為遲到差點斷送前程 比喻黎明 早在1987年 小黎就曾因為主持活動遲到 被跌繞一頓 1989年 拍進文公傳期也因為生病遲到 加上和導演意見不合 被導演寫下負評還遭到封殺 無奈他自得去台灣拍風雲時代 沒想到在台灣還少有名氣起來 加上有些監製欣賞他 這才又被無線撈回去 氣氛也越來越重 而一些當紅明星也因為遲到與其他人交互 張可兒爭視TVB當家花彈 他和孫圈拍南興南帝時 不和的新聞天天霸佔八卦周刊的版面 最初引起戰火的 是在南興南帝宣傳其時 有媒體問孫圈這部劇未能及時殺青的原因 孫圈就耿直地爆料說 因為同劇的演員 例如張可兒老師遲到拖延進度 其實當時孫圈說的還有好幾位 只不過媒體一下走著了關鍵字 張可兒因此成為眾志之的 被媒體風位遲到王 性格火爆的他立刻反擊 正孫圈拍戲的時候經常笑場定期 每場戲要反覆拍六七次 他才是拖慢進度的原兇 兩個人直接開詩 馬線發展到要無線做調解人下令風嘴 事實上拍攝進度拖延的真正原因 是導演有意拍續集《中途改了劇本》 但張可兒的愛遲到的傳聞 已經被包括肥者在內的亞者們蓋章過 有一年的掌門人帶電視環節 鄭月齡的描述是成日遲到的女藝員 肥者不加思索響亮喊出 張可兒 從此 遲到女王的K.A.G.是再也絲不掉了 不過也有一些藝人會因他人遲到反應過度 比如藍結英和迪恩 藍結英在台灣拍半生圓一世情時 就因為遲到被同劇迪恩在酒店門口暴打 迪恩還在快樂星期天當少鳥一樣現場重現 他少稱自己趁藍結英不備 一腳把旗踢得遠遠的 迪恩爆料時還得意洋洋地說藍結英不敢還手 後來沒過幾年就精神失常了 絲毫不覺得自己踩藍結英的行為有什麼不對 當時表面勸家實際起哄的李朝詠 70歲時還被80歲的妻子控訴出軌64歲女子 對於遲到一事你怎麼看?